感谢主 感谢主安排这个时间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 感谢主的慈爱照顾我们多平安 今天我有一个题目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这个题目是玛丽亚的香膏 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玛丽亚 圣经里面叫玛丽亚的人很多 我们来看看这个玛丽亚人是哪一个 我们看玛丽亚福音 玛丽亚福音26章6节到13节 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来读 玛丽亚福音26章6节 耶稣在果大里面穿父安杭性的3 人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 黄金女听通 LGBT拆 圣耶稣做席的时候 交在她的头上 人们看见到这些金尝不喜远没有做 内 opening 这个地区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 做的是一天没事 因为当有穷人看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认 她将者相高 交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装 我实在套分你 苦天之下 无人在什么地方 传着福音 也要诉说 这名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 在彼仲中之列 我向神啊 我剔估 阿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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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為了要加坡我們 我追求你們的想様 不是子孖你 和我愛愛 在这里没有说 这个女人叫玛丽亚 他只说有个女人到耶稣这里来 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说 这个女人叫玛丽亚 我们可以再参照 另外一个金句 约翰福音12章1节到3节 约翰福音12章1节到3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这个女人叫玛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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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并没有说这个女人是玛丽亚 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节到三节里面这里有说到 说这个拿香膏来给耶稣膏油的是玛丽亚 这个玛丽亚她有一个姐姐名字叫玛大 并且她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 这个拉撒路就是死掉四天之后被耶稣救活的 这时候耶稣来到了婆大尼 就是拉撒路住的地方 耶稣到了一个屋子里面 耶稣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叫她叫玛丽亚 拿着香膏来抹耶稣的脚 这里玛丽亚福音有说是抹耶稣的脚 就抹耶稣的脚 在这个对不起 在马太福音这里说的是 叫在耶稣的头上 这里呢我想分成三个点来说 我想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 第一点 我们要将最好的献上给神 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到这样子呢 将了最好的献给神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26章6节到13节 这里圣经说 玛丽亚她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 第七节说 这是一瓶极贵的香膏 他认为最值钱的东西 他拿来献给耶稣了 耶稣从一个地方 传福音到另外一个地方 来到了伯大尼 就进到了一个人的家里 在那个家里有个女人拿着一瓶 这个香膏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是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那时代的女人 她买一瓶香膏 她得花一整年的 赚来的钱去买 因为这个香膏 因为这个香膏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一般是女人结婚的时候 都是为婚礼来预备的 比如说哪个女人她还没结婚 她会给自己呢一生预备这样一瓶的香膏 当她结婚的时候 当她结婚的时候 她会拿来抹在她的头发上面 或是抹在她的身上 让她能够有香气 这里这个女人她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 来抹在耶稣的头上 她交在耶稣的头上之后 门徒看见 心里就不喜悦了 想说为什么有这样的贵的东西来教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这样子很浪费的 有什么用处呢 之后呢就有门徒说 如果把这个香膏 拿去卖 可以换一些钱来帮助那些穷人 他们觉得这样子呢 才是最好的用法 但是在第十节 耶稣看得出他们在想什么 我来读 耶稣这样对门徒说 为什么为难着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门徒们并不看中 玛利亚在耶稣身上所做的这件事情 相对的耶稣去称赞这个女人 她爱耶稣 她将这么高价值的 这个香膏来高在耶稣身上 她是拿很值钱的东西来献给耶稣的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你敢拿出来献给神吗 玛利亚她拿那极贵的东西来献给耶稣 耶稣就称赞了她这种心意跟她的爱心 十三节 耶稣这样对门徒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普天之下 在这个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 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 如果说我们做得好 总之有人会来称赞我们 如果我们做什么 做得好 别人看到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称赞我们 但是呢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 人也是会说我们不好的 所以耶稣才会说在任何一个地方传福音 只要福音传到那个地方 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 所以玛利亚她敢拿那个非常贵的东西来献给耶稣的 我们再来看个经节 马太福音二章 马太福音二章 这里呢 这里呢 有谈到了那个博士 从东方而来 有神的使者来告诉他们 所有救世主 身在博利亨 之后有神的信心 带领着他们 所以博士就从东方过来 去找西律王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我来读给大家读给大家 这里呢 有这些东方过来的博士们 他们来拜耶稣的时候 拿了很值钱的东西来 献给耶稣 这里呢 圣经说他们拿了宝盒来 他们有拿黄金 有拿乳香 有拿墨药 对以色列人来说 这些都非常有价值的 他们来的时候 就是拿这些值钱的东西 来献给神 是他们自己有的 好的东西 他们拿来了 他们一点都不心疼的 献给神 就像玛利亚拿 之前的东西 来献给耶稣 博士们也是一样的 拿值钱的东西 来献给耶稣 我们再来看个经节 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在马太福音里面 并且在约翰福音里面 玛利亚拿的是 值钱的香膏 来献给耶稣 博士们也是拿着值钱的东西 来献给耶稣 但是呢 至于以赛亚先知 他将他的生命 谢给神 我们看以赛亚书 六章八节 弟兄姐妹们 翻到这个经节 跟我们一起来读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拘据谁呢 谁肯为我追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拘据我 我说我在这里拘据你 我说你会拘据你 我说你会拘据你 我会拘据你 我会拘据你 所以我会拘据你 我会拘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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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神对以赛亚先知这样说 我可以拘据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这里神有话对以赛亚先知这样说 你再听到神对他说的话之后 他就这样回答 我在这里 请拘据我 对这个以利 他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 他将他的生命献上来服侍神 如果说神有话对弟兄姐妹们说 我可以拘据谁呢 弟兄姐妹们 听到神的声音之后 敢将自己献上吗 这里 以赛亚先知他愿意 将自己献上服侍神 他没有钱财 他没有什么产业 他只向自己献上 我们柬埔寺的福音施工 我们如果看看就会发现 柬埔寺目前传福音的人 如果包含传道话 大概是六个人而已 我们通常觉得说 传福音的工作呢 只有这些专职 跟传道在做而已 如果弟兄姐妹们 这么想 那这样子耶稣的福音 要怎么才能够传道 我们的邻居那里去呢 因为教会里面 目前只有六个人 是专门传福音的 但是我们柬埔寺 有很多很多的人 还没有领受这个福音 所以我们这些 信耶稣的人 要全部弟兄姐妹们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来传福音 我们要赶 将自己献上 让神来用我们 就像玛利亚一样 他敢将之前的东西 拿来献给神 将他的香膏 拿来献给耶稣 但是现在 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住在乡下 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讲 最值钱的是房子 所以他们就将他们的房子 献出来 给教会 作为聚会的地方 有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有财产 他们将他们的财产 献出来给神 有弟兄姐妹们 他们有智慧 他们就将他们的智慧 拿出来给神用 如果说 其他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也可以 献你们的力量 如果你会骑摩托车 骑得好 你也可以骑摩托车 如果你能开车 开得好 你也能为教会来开车 我们弟兄姐妹们 要参与服侍神的工作 只要我们有 我们就要献给神 有的弟兄姐妹 他们献他们的时间 只要他一有时间 他就会跑到教会里面 来服侍神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 可以大家多多的 参与服侍神的工作 并且呢 甘心乐意的让神 来使用我们 这样子我相信 柬埔寨的宣道的工作 一定会成长的 我们要将有价值的东西 拿来献给神 以赛亚先知他没有房子 他就将他的生命 献上来给神用 那弟兄姐妹们 我们敢不敢将我们 自己之前的东西 献出来给神呢 弟兄姐妹们 要想想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年日 只要我们有机会 为神做点什么 我们总是要去做 我们不要等到机会过去的 我们才在那边觉得可惜 只要我们还有生命在 我们就敢给神使用我们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将好的 治好的献上给神 第二点 我们要懂得抓住 献东西给神的这种机会 我们看到玛利亚 他抓住了可以奉献的机会 我们刚刚看到约翰福音 看到约翰福音十二章 那里一节到三节 看耶稣呢 到一个家里面 去做席 那时候 这个玛利亚的姐姐 玛大呢 在那边忙着 服侍耶稣 玛利亚呢 他就拿着一瓶 很贵的香膏 来抹在耶稣的脚 我们看 玛大福音 二十六章 我们看玛大福音 在这里 耶稣称赞了玛利亚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十节 阿们 阿们 当门徒们看到 玛利亚拿着一瓶香膏 来献给耶稣的时候 他们 就觉得 很可惜 他们觉得这样子 很浪费 但是耶稣能够看得明白 因为耶稣看到说 这个女人 她懂得抓住机会 来奉献给神 第二点就是 我们要懂得 抓住机会 来做奉献 玛利亚她只有一瓶香膏 在一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约翰福音 十九章 我来读给大家听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十九章 三十九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如果说我们从三十八节来看下来 我们就知道 有一个人 他叫约翰 他看到耶稣死了 他就去祈祷 并且还有一个人 叫尼哥迪姆 这个尼哥迪姆 就是先前夜里 去找耶稣的人 他当时去找耶稣 就是问说 要怎么样才能得救 那时候 那时候耶稣有告诉他 要怎么做 才能得到救恩 他那时候 失去了 这一个好的机会 后来才拿着 末药 还有橙香 大概有100斤 我们看看他拿着 我们看看他拿着 大概100斤 如果说以色列人当中 也许他算是有钱人的 因为他能够买到100斤 如果说我们再看回来 玛利亚 玛利亚有多少 他只有一瓶 但是玛利亚 他懂得在耶稣 还活着的时候 抓住了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 我们为神做事情的这种机会 如果说有机会来了 我们就要懂得抓住那个机会 我们想我们身上有什么 我们要拿出来献给神 只要我们有机会 我们就要这样做 就像这里一样 他有一百斤 但是他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也一样 我们不要想说 我等吧 等明天吧 不然就是后天吧 不然等什么时候 我再来服侍神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并不是自己来定的 我们怎么受死 是耶稣在定的 好呢 我们看看柬埔寨 我们刚好现在有瘟疫 那如果说哪一天 这个瘟疫呢 流行得很厉害 之后呢 政府又不给聚会 那到那个时候 弟兄姐妹们 即便有心想要到教会里来聚会 也都没有那个机会可以这样做了 所以想要勉励弟兄姐妹们 我们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要赶快把这个机会抓住 就像玛利亚一样 耶稣呢 称赞说她是懂得抓住机会的人 这个尼哥迪姆他失去那个机会了 后来呢 他反而用了一百斤的 他反而用了一百斤 他虽然有的比较多 但是呢 他已经失去 在耶稣活着的时候 献给耶稣 我们在看圣经里面 还有一个人也是一样的 他的机会呢 跑掉了 尼哥迪姆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 他没有机会让耶稣来称赞他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 马可福音16章1节到4节 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就要赶快抓住哪一个机会 因为机会过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把他叫回来 我们不要以后呢 我们不要以后呢 才在那边觉得可惜了 之前没有服事神 如果呢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机会过了 我们觉得可惜也都没用了 马可福音16章1节到4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我来读给大家看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摩大拉的马利亚 并且亚哥的母亲马利亚 还有一个叫做 撒罗米的呢 去买了香膏 这个是发生在耶稣死了之后的事情 耶稣周五 耶稣周五死去 他在周日的时候复活 那他们一大清早就去买了香膏 要去高耶稣的身体 他们买好了 他们去啦 他们是周五的时候买的 他们周五的时候买的 他们周五的时候没有去 因为是安息日 之后呢他们到了周日的时候 就是第七日的第一日 他们一大清早才拿着香膏 要去给耶稣高在身体上面 当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的时候 他们是来这个坟墓这里呢 要高耶稣的身体的 边走的时候呢 又边在那边讲话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给滚开来呢 因为那个石头很大的 我们看到他们呢 已经失去了给耶稣高身体的这种机会了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里呢就是 讲的就是第二点 我们要抓住可以奉献的机会 我们有生命 我们有力气 我们要将自己献上来服侍神 不要让这个机会过去 像他们一样 就像尼哥弟母一样 就像摩达拉的玛利亚 亚哥的母亲玛利亚 或是撒罗米一般 他们也都是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要来高耶稣 但是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都还没机会 去高耶稣的身体的时候 耶稣都已经复活了 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学习来抓住机会的 趁我们还有力气 我们的罪还能够说话 我们用我们的力气 用我们的罪去服侍神 去传福音 将福音传遍 就像以赛亚一样 他没有财产 他只有他的生命 所以他就献上了给神 这里有个小事情 就是一个小妹妹 她讲她的见证给我听 她觉得她很可惜 以前她不认识耶稣 她以前信的是别神 她花了钱 她花了很多的东西 时间去拜 去参与 以前的那个 旧的那个信仰的活动 又花力气 又花钱 又费时 一直到他老了 他才来认识耶稣 他觉得他很可惜 他以前不认识耶稣 感谢主 现在他虽然老了 他说呢 只要他能做得到 他愿意献上他 自己来为神工作 他说我老了 我没有办法去很远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可以煮饭的 他说呢 他现在要开始来服事神 就好像给自己 基点数一般 感谢主 他觉得他以前 真的浪费了太多的机会 跟时间 是花在那些 没有用的那些神身上 他认识耶稣 他觉得他心里 非常的喜乐 他愿意 将他的时间 来献给神 就像现在一样 在金边士的教会里面 我们会煮爱餐 大家一起吃 这个老姐妹 他也会参加 教会的 这个崔师祖的工作 感谢主 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 可能是智慧 可能是力气 可能是时间 我们都可以献给神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也可以是我们的房子 只要我们做得到的 我们都要敢 去拿来献给神 我再讲一次 第二点 就是说 我们要敢于 不够 抓住机会 来献东西给神 可能 你有很多 非常值钱的东西 好了 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 人 他虽然有很多 他有 他很多财产 但是耶稣活着的时候 他没有 坐在耶稣身上 当耶稣一死了 他才拿出来 要献给耶稣 那个机会 都已经过了 他不如玛利亚 因为玛利亚 懂得在耶稣 到他家里的时候 赶快抓住那个机会 他虽然只有 那么一瓶的香膏 对他来讲 那一瓶香膏 非常的有价值的 他敢拿出来 献给耶稣 耶稣也就 称赞了他这种爱心 所以呢 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要懂得 抓住机会 第三点 我们要有基督的香气 我们说 我们看自己 弟兄姐妹们 你喜欢香的东西 还是臭的东西 我今天 这个题目里面 有讲到 是香的 没有人会喜欢 臭的东西 大家都喜欢 香香的 这个味道 我们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所做的 我们要 做一些好的事情 将耶稣的 这个好的 这个香气 给 给 传扬出去 我们要做 基督徒 有香气的 基督徒 感谢主 在旧约 有一个人物 他很重要 就是 我相信 弟兄姐妹们 都认识 这个人 因为 丹尼里 也是 犹太人 他们 那时候 被 毒去 巴比伦 在 这时候 当医生 的 东西 会 有 对 优优 在 他们 对 优优 这里呢,就是有丹尼里为Bodhisattva, 称哈拿尼亚,为萨德拉, 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的人。 那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呢,被辱到 Babylon去了。 那时候呢,他们在 Babylon读书,并且在那里工作。 在这里面呢,有丹尼里,还有他三个朋友。 他们都住在 Babylon。 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再清楚一点。 我们看下《词译》。 《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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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节三十节 等于理书三章二十九节三十节 二十九节三十节 那时候巴比伦造了一个很大的神像 那时候国王有吩咐 只要听到这个吹脚的声音 就听到这个吹脚 还有各种乐器 只要听到声音那些住在巴比伦国家 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 就要俯伏敬拜那个国王所造的像 这个国王就是尼父讲尼撒王 我们看单一理书三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单一理书三章二十九节 我来读给大家读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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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呢,是属于以色列的 这个子孙的有单一笔 本来呢,佛王说如果不拜这个像呢 就要把他们丢在火里面 但是,丹伊里的朋友们 丹伊里的三个朋友 就是丹伊里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呢 是不拜这个,不按着国王的吩咐来拜那个像的 所以呢,国王就把他们三个人丢到火里去了 在火里面的时候 他们是祷告来靠神 神照顾他们,保护他们 他们不尊主命 不尊王命 火呢,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怎么样 他们从火里面出来之后 他们头发没有烧焦 这里呢,他们好像就是发出了神的这种香气一般 传播出去了 因为他们不拜其他的神 因为他们不拜其他的神 他们只拜耶和华真神 我再往后面 这个故事的前面呢,来读一下 也是一样的 是丹伊里书三章在十一六节到十八节这里 就我刚刚讲的那一段 就是那时候国王说 如果你们再听到这个 叫啦,笛啦,琵琶啦,琴瑟 只要是各样音乐的声音 你们要拜这个偶像 你们要拜这个偶像 我这里读给大家听 让大家更加的清楚 我这里读给大家听 让大家更加的清楚 我这里读给大家听 让大家更加的清楚 16节 在伊里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在这场里面 我会在这场里那里 我们改革的话 令大家更加的 各种学习惑 争达到八节 我会在这个里面 和答案 我们会看到 在用手上的手上, 用手上的手上,而用手上的手上的手上, 但你会永远在手上的手上的手上, 在用手上的手上, 因为你的手上用手上的手上, 你会此官方的手上, 我们看到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他们没有让神的这个清香的味道给臭掉了。 他们保持着神应有的这种清香的事情,他们这样子的回答,即或不然,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将神的这种清香的味道给传播出去。 那弟兄姐妹们呢? 如果有人说你敢信耶稣我就把你杀死。 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要看看单一里跟他三个朋友,他们不让神有臭名。 他们依然保持着让神有新香的名气。 所以直到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时候, 他们从国里面出来。 这个王就这样子说了。 有什么时候,他们不让神有的信心。 王出了一个新的王命,就是说呢, 不给人放毒。 王出了一个神的王。 如果有人违反了国王这一条命令的话, 国王就把他们离死。 王出了一个神的王。 我们要看他们的王。 我们要看他们, 他们要保持着神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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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这里呢, 劝勉弟兄姊妹们。 我们勉励弟兄姊妹们, 我们爱神。 我们要守神的诫命。 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 我们里面住着我们的神。 我们所做所为。 我们要先想一下, 我们这么做是合神的心意吗? 如果说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就不要去做。 如果圣经有哪里, 禁止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就不要去做。 如果说我们做了, 违反了神的命令, 我们就会让神的名, 被人家毁谤。 第三点, 我们要活着, 要将基督新香的气息给活出来。 我们要为基督活出新香的气息。 今天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学习到说, 她将好的东西献给神。 这里面有三点, 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 第一, 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神。 第二, 我们要抓住可以奉献给神的机会。 第三点, 我们要发出基督的心香气息来。 希望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道理分享有学习到, 我们要将好的心香气息拿来献给神。 我们要懂得抓住好机会。 我们自己要发出心香气息来。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